分享天主圣言 常因生命之权 下面为大家分享 观察时代 请大家聆听 常年期第29周 星期五福音 光读圣路加福音 12章54-59节 那时候 耶稣对群众说 你们看见云菜 从西方升起来 立刻就说要下大雨了 果然这样 南风吹来了 就说天要热了 也果然是这样 伪君子啊 你们知道观察地上和天上的气象 怎么不能观察这个时代呢 你们为什么自己不能辨别正义的事呢 你和你的对头 去见官长时 你要舍法在路上就与他和解 免得他拉你到法官面前 法官把你交给行义 行义把你压在狱里 我告诉你 除非你把最后的一分钱还清了 绝不能从那里出来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主内的兄弟姐妹 我们看到耶稣 用一个当时的天气 或者是自然的一种 人们常见的现象 来说一个比喻 来说明当时的情况 因为人呢 看见云菜从西方升起来了 人们就会说要下雨了 为什么云菜从西方升起来 要下雨呢 这是因为巴勒斯坦地区 它的西面就是地中海 那么地中海 当然里面有水 要升起云菜 这个一般来说 有水形成水蒸气 才容易形成云菜 所以这个云呢 基本上在云那边 都是从西方过来 基本上从西面过来 而刮南风的时候 就说天要热了 因为云南那个地方 和我们的这个精微度 也差不多 离这个迟岛都差不多 因为我们这是冬天 云南也是冬天 但刮南风的时候 自然而然的天气就要热了 这一点和我们这边 是差不多的 这就是一个自然的现象 其实我们中国人呢 也有很多这样的 通过天气 能看到这个 要不要下雨 要不要刮风等等 这些言语呢 有很多气象言语 耶稣是通过这个情况 来说明一个道理 说明既然你们能够观天象 那为什么不知道 观察这个时代的 观察这个时代的这个现象呢 这个现象是什么样的现象呢 我们暂且不管 在基督时代的那个现象 因为耶稣所讲的这个 时代的现象 是指的墨西亚的来临 以及救援 近了 墨西亚已经来临了 是让他们知道这一点 可是呢 他们并没有真正的 去观察到 耶稣基督 就是墨西亚 他们也没有 去辨别什么是正义的事 最后呢 还把正义的基督 被钉在十字架上了 他们做了这些事情 还以为自己在做正义的事情 有些人本身做的是犯罪的事情 但他们还自以为 自己做的是正确的事情 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 观察到当时的 时代现象 那么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 我们 就不要去犯那个错误了 我们也应当去观察到 这个时代的一些现象 今天这个时代现象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首先国际的来看 到处都是瘟疫 这个疫情呢 大家看得出来 一时半时的还是停不了 最近呢 我们看到川国这么多省份 又发现了一些 从西安 甘肃内蒙 然后到北京 邢泰 这些地方都出现了 这个新的感染者 那么对着这个 情况呢 我们会 想到 哎哟 这是什么原因呢 怎么回事呢 我们也再去看 其实我们不要光单单看到这一点 我们还看到什么呢 其他的 灾难 比如说才过去的洪水 河南也好 山西也好 出现的这些洪水 还有一些地方的地震 这些极端天气 还有现在的这个冷空气 现在这个十月份还没有结束 就已经进入了冬季了 今年的这个冬季 来得比旺年都要早 大家看到这些反常的现象 说明了什么 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这些现象实际上就是在惊醒人 人已经和这个大自然之间 本来是息息相关的 可是因着人的罪恶 因着人破坏了大自然的生态平衡 而导致了现在的瘟疫 还有一些天灾 也包括一些人祸 其实有的时候 有些天灾本来就是人祸 是人造成的 人破坏了大自然 比如说 由于过度的开采 开矿挖掘 以及工厂 这个废弃的排放 导致了大气的污染 这样产生了雾霾 最近有人发布了一个照片 这是印度的一个照片 他们的照片里面 能够看到了喜马拉雅山 在过去几十年从来没有见过 但是因着这次疫情 反而能见到了 为什么呢 污染下去了 好了 现在基本上没有了 大家也知道前几年 一到这个时候 建筑工地都停了 因为什么雾霾来了 有雾霾 可是现在呢 还是比较清 这个天也是蓝色的 不是灰色的 那么通过这个 这些现象 让我们要知道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现象呢 我们面对着这些情况 应当如何去做呢 我们从信仰的角度来看 那就是人 应当悔改 人不要再去破坏大自然了 人也不要再去伤害人了 因为人离天主太远了 现在天主就是用这些自然的现象 来惊醒我们 因为耶稣也曾经提醒过我们说 那时候天上会出现大异象 我们看到天上出现各种的异象 有的在天上看到这样的 那样的等等一些现象 不单是天上 也包括现在的瘟疫呀 大雨呀 等等吧 还有火山的爆发 地震 这一切都是在惊醒我们 让我们知道 人应当 皈依 人应当回到天主那里去 正如耶稣在传教的时候 大声说宣讲的 你们悔改吧 天国临近了 所以我们应当悔改 归向上主